哈巴谷书第三章 哈巴谷先知的祷告 配激动的音调 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声音 惧怕你的作为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 在这些年间彰显 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怀 神由提慢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临到 他的荣光弥漫穷仓 赞美他的声音 向彻还宇 他的辉煌如光 手中四射光芒 就在其中隐藏着能力 瘟疫在他面前行走 灾病在他脚下发出 他站立震撼全地 他观看 惊散列国 永在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塌陷 他的道路存到永远 我看见古山的帐篷遭难 米垫地的帐木金黄 耶和华 你骑上你的马 成驾得胜的战车 难道是向江河发怒 是向海洋泄愤 你的弓险路 你的剑上弦 你裂开大地为江河 诸山见你而战斗 众水扑流而过 深渊发生 举手羔羊 日月停在本位 你的剑发射如光 你的毛闪烁灰药 你积分践踏全地 你怀怒打碎列国 你出来救把子民 拯救你所高丽的 你击打恶人的防顶 使根基全然显露 你用他的枪 刺透他战士的头 他们来如暴风 把我们驱散 他们的喜好 是暗中吞噬穷人 你乘马驰骋海上 大水汹涌翻腾 我一听见 就全身发抖 因着声音 我嘴唇震战 腐烂侵蚀我骨 我在战利之地战尽 我静候灾难之日 犯尽的民上来 无花果树纵不发芽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无所出 田里无收成 圈内没有羊 棚里也没有牛 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 以救我的神为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蹄 在高地上行走 教师班长 用私弦的乐器伴奏